昨晚是双十节 在伦敦的台湾侨胞举行庆祝活动 由于今年双十正值辛亥革命100周年 参与的人比以往也都踊跃点 我们一起看回当晚的热闹场面 由于今年的双十节也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 所以参加人数比往年踊跃 活动一开始 大家首先高唱三民主义歌曲 台湾总统马英九虽然并没有亲临附会 但是也通过录像 寄望海峡两岸的关系更加平稳地发展 台北驻伦敦代表处的张晓月代表说 当年武昌起义成功 孙先生身在海外 他第一个到旁的国家就是英国 寻求英国的支持 他并没有马上回去中国大陆 他第一站是先到英国来 为什么呢 我希望我们中国国民党在台湾能达到这个选纪排名 明年1月14号 我们两岸技术交流 我们当然就在我的立场 我们不需要不希望民警党来当选 我认为海峡两岸目前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使得中国所有海峡两边 所有中华民族两个政权 能够区手合作 面对下一世纪 过去三年 看到海峡两边都是很进步 我们身为海峡两边都是很高兴